画面上就是在台铁车厢里面的状况 挤满了通勤族 大家安静的搭火车上班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跟通勤族一样 体会这种通勤的感受 身体内有一大早起床的疲累 所以大家一上车就争取时间 休息或是闭目养神 跟我们王骏洪王处长 他也是第一线 跟我们都在尽量一下了解通勤族 那今天没有特殊状况 跟各位报告 但是我们想推荐一下 我们目前在争取的 这个基隆南港之大车 那这一班次 我们已经也有请王处长 这个礼拜 已经会前往国会立法院一趟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跟立法人员 这个洪孟凯的国会办公室 来讨论相关的一个事 那我们目前是规划 希望基隆到南港 大家可以看 基隆到南港 可以有直达的情况 那目前来说我们基隆 会经过三坑 八堵 七堵 白福 五堵 四堵 四科 那我认为七堵以后 直接到这个南港的部分 其实坐驱证车速度也不慢 大概19分钟 20分钟 那不过就是我希望 对于这个基隆站 因为基隆站是基隆四个行政区 是仁爱区 中正区 中山区 还有这个市区 他们会使用火车的主要四个行政区的人口 我希望每天最起码先从一般开始 整点最好是整点或固定时间来啟发 我们今天特别来跟通勤族一起来搭乘6点58分的区间车 前往南港 那因为南港现在是主要转运转成的主要大站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来体验一般通勤族所搭的区间车 另外大家都了解我们最近也在积极的规划 想要推动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 基隆的南港的直达车在我们的规划中 如我们过去曾经争取过的 是基隆南港中间不停一站就到 那我觉得这样可以替通勤族上班去南港的 在这个上班时间可以省下13到15分钟 预计22到23分钟就到 那现在坐区间车则是大概要36分钟左右 那我们自己想来搭乘看看现在的区间车 另外有机会的话也跟通勤族做一些互动 询问他们对于区间车跟直达车的看法 另外我们也在围警交通处来进行民调 看一下我们的通勤族朋友对于区间车 以及假如有直达车他们的民意反应 因为我个人是认为这是有需要的一个 有效的上班专车 但是实际上的结果还是要看民众的反应 我们也会看民众的民意调查的结束后 来作为继续争取这个直达车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谢国良表示他能够了解这样的心情 因此他非常希望争取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 帮通勤族再争取十几分钟 体验通勤的过程中 市长谢国良也透过直播跟民众问好互动 在充分了解大家的想法之后 他会努力的争取更多的协助 尽快来落实直达车这项政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